魔法的傳說 哇他也跳太快了吧 主見面都還沒看到名稱就已經進來了 金教堅的遊戲怕白 都還沒給大家看到那個標題 還要給我震動 他一來就直接攻略教學了 我就把他帶走 魔法的傳說 主見面 這邊你可以冥想一下 像他有寶箱 你可以去穿戴一下 這邊也教你做一個強化教學 那你這邊都可以穿一下 這裡 這邊你就可以去做一個強化教學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也繼續戰鬥下去 我真的全新很漂亮的遊戲 哇 不得了 我們就繼續解下去 等一下 我剛才是開到什麼東西啊 我問你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光綠這一關給你們看 這個可以幹嘛 這個可以幹嘛 然後他的功率就是這樣子 欸震動可以關掉嗎?很吵 他好像沒有震動設定 欸 就這樣一直攻略下去就可以了 是嗎 還是要死掉才有經驗值啊 那他就是那個啊 我知道這種玩法 我知道這種玩法 但這種玩法逃走了是不是沒有經驗值 很像沒有經驗值 很像沒有經驗值 我覺得我手機會壞掉啊 大概每一段龜關就震動一次 我先落跑再說 好反正就是玩法就這樣大家可以自己去攻 欸? 逃走真的不算耶 我的天啊浪費我時間 呵呵 等一下我先把震動給關掉 因為震動一直吵 我先講一下喔 你們像剛才那樣逃走就不算 喔逃走就不算 那所以不能逃走是不是 啊害我還這麼認真 我覺得為什麼現在手都要規定說 逃走就不算 有點不公平耶 那我就放給他死了 這樣就算了吧 所以一定要被帶走就對了 所以他等於是這種地下城的玩法 欸可不可以讓我故意被帶走啊 他帶走我好像有點難 好啦我只要跟你們講玩法這樣 那這就是同一個點應該就會被打到了 快把我帶走吧 我看一下我沒有XP 好像你這邊失敗的話呢 你就等他這個秒數倒數完之後就可以 所以應該就可以退出了 然後另外一個你可以用鑽石獲得 然後應該就退出了吧 對 然後你就有經驗值吧 就這樣 喔對 所以你要被打帶 才有XP啊 好吧 然後他其實也是有手除的 更不用說他有英雄系統 好 這個要怎麼關啊 這邊可以裝備強化教學 來提升戰鬥力 所以戰鬥力的提升方法也跟你們講了 然後像是他的酒館的解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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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